你让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个性 能够不衰败 让它在这个生命体中永恒 你就可以长寿 你就可以长生不老 那一旦你能够 一旦你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个生命 开始衰败了 你就开始衰老了 能力不行了 开始衰老了 就像我们的磁铁的磁性 是慢慢消散的 原来是磁性很强 慢慢发射 最后没有磁性了 变成一块石头了 人体也是这样 你在baby的时候 是生命力旺盛的 所以你开始长个子 开始长智慧 开始越来越强壮 由一个幼年长成壮年 壮年开始中年 中年开始什么 老年 到老年你的性怎么样 你的生命性就开始衰弱 你就开始苦搞 开始衰老 所以是认知这个 最后你这个无性了 这个生命里面 生命体不能够产生生命光了 那你就是什么 变成另一种生命体了 就好像磁铁原来是有磁性 它变成了磁性场 现在没有磁性 它变成了一个石头场 是不是 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你的生命体开始由一个活体 变成一个磁体之后 变成磁体的一个场性 你就没有活性的什么影响力了 没有活性的影响力 是不是就完全消失 不是 你由一个有性的生命 变成了一个无性的生命 变成了鬼道生命体 活着的时候成为阳性生命体 死后的生命体成为中阴身 叫阴性含有生命体 刚才说磁铁释放的是一个磁性场 磁铁消磁之后 还是那块石头 它变成了一个非磁性场 生命体躯壳 还是你这个躯壳 当你失去了性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另类生命体 不是消失 所以你的躯壳还存在 变成了一个死尸 死尸之后还有一个场 就是阴性的场 阴性场 为什么你们有时候半夜三更 经过一个地方浑身毛孔会炸开 那是什么 你是阳性场 然后旁边有个阴性场 然后跟你一碰撞 你的毛孔就是直术 喊毛直术 所以鬼有没有场 有 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 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是生命的多样性 生命的多样性 所以人死以后变鬼 鬼有没有场 有场 是鬼场 是阴性的场 那么修成的这些 先佛菩萨有没有场 有 它是已经无性之场 因为它不需要生和死了 好 好 感谢观看